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 为强化日本与台湾的文化交流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设立之日本文化中心 今天正式启用 设有文化厅旅游咨询处与拥有两万藏书的图书室 捍卫在东京的台湾文化中心成为对口 日台交协助台代表找田干夫说 日本与台湾之间拥有坚定的信赖关系 是相互连结的特别伙伴 相信在经济与文化的扩大交流之下 将加深互相的亲善友好关系 第四十二届日台经济贸易会议上周于东京举行 会后双方签署文化交流合作了解备忘录 判全面强化台日活动的相互协助 理解与亲善友好关系 延续此备忘录的目标 日台交协 今天下午办理日本文化中心启用一式 外交部主秘蔡明耀文化部正次丁小金 台湾日本交流协会会长邱仪仁 司法院前院长赖昊明 与台湾日本人会理事长板本雅生等人出席一式 赵田干夫致辞时说东京与台北双双设立文化中心 今后以文化交流中心为主的交流活动也将积极展开 日本文化中心游文化厅图书室研讨室与日本旅游咨询处等部分组成 文化中心图书室收藏了两万册日文书 也有电影DVD免费供民众约览及观赏 赵田干夫说这里是台湾朋友可以舒适接触日本文化资讯与魅力的场所 未来也预订举办日本文化讲座等活动 赵田强调日本与台湾拥有坚定性赖关系是相互连结的特别伙伴 相信在经济与文化交流领域的扩大交流之下 将加深互相理解与亲善友好关系 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邱一仁则说 日本极具文化特色值得各方探讨与关注 而台湾在本地文化基础之上 过去几十年也吸纳许多中华文化的元素造就台湾独特的文化素材 相信这两个文化的教会将带来精彩成果 邱一仁举例说 近日在新竹县新普镇即将落成的王展老祖鬼谷子庙 就是日本知名建筑师威延无设计与台湾协力的产物 相信在未来也会不断出现这样的合作 文化部正次丁小金也出席开幕活 动提及今年台湾金饼奖中的最佳杂志 秋刀鱼主轴就是发现日本生活 艺术设计历史与文化等各面向 反映台湾这一世代对于日本文化的兴趣 而除了民间深厚交流文化部也致力于与日本建立伙伴 关系诸如东京电影节国际电视展铁道遗产美术馆与大学等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艾浩敏受邀为日本文化中心演讲 在演讲中分享他留学日本的心得 艾浩敏当年考取日本文部省奖学金 他说前往日本留学 对他的人生有重大影响 确立人生方向与价值观 没有奖学金就没有今天的他 对此他非常感激 艾所创立的万国法律事务所也受到日系企业的青睐 希望继续回馈社会 并盼未来台日关系能够继续提升 日本文化中心图书是提供日本报纸、杂志 以及日语学习相关书籍 日本各大学简介 并提供可外解的日文小说、散文、绘本等书籍 如日本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龟吾、公布美兴等作品 日文版皆有馆葬28日起 民众可评身份证明文件免费申办 日文版借阅证一次最多可借五本书 最长借阅一个月 日本旅游咨询处提供日本旅游相关咨询 并被有日本主要城市的观光情报公所取 对于介绍日本文化的非盈利活动、交流协会 也免费出借茶道器具、寓衣等各式文化物品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